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一篇 风香大吏第五章 摩云藤的进化 看到这余额 罗锋脸上忍不住浮现笑容 自己那位老师胡言博的确给自己这个徒弟留了足够多的遗产 足足312万多婚元单位 这是何等庞大的一笔财产 足以购买好几个星域了 当然罗锋现在地位不一样 虽然激动 却没有发狂的地步 因为罗锋身上拥有隐墨星号 静万科学落经 九岩虚空经 紫辰百落叶 落伏六盘 这些都是以百万婚元单位系的质保 当然这些罗锋都舍不得卖表无法换来现前 所以导致连进入神国传送的八婚元单位 罗锋都一时间拿不出来 之所以拿不出来 一部分现前投资在平海公司 二十部分现前去购买 让金角巨瘦进化需要的金属等等 现金 有现金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罗锋看着光幕上的余额露出笑容 三百多万婚元单位的现金 不管是修复与墨星号 还是让魔音藤进化到建筑期都没有任何难度了 转账 罗锋吩咐道 转账到我精神印记绑定的账户 好的 机器人女子微笑点头 转账成功 罗锋先生 机器人女子微笑道 请问你这账户下的其中一个子账户 还有三婚元单位是否赚账 子账户 罗锋一愣 是的 自己老是当年在地球死去 死之前 是透过虚拟宇宙网络迅速地将银行账户设定了下 下设两个子账户 分别是让恒星级宇宙级时去得到的此遗产 而预主级能够获得的就是最高的总账户了 竟然有三婚元单位 罗锋暗叹 老师的确很大方 恒星级账户是一百亿钱无比 这都媲美宇宙级强者的资产 宇宙级账户是三婚元单位 媲美普通借主的资产 预主级账户是三百一十二多万婚元单位 这是老师的账户全部资产了 转吧 罗锋点头 好的 机器人女子性色转账 将一切都转到了罗锋精神印记绑定的账户 这精神印记绑定的账户是最安全的账户 放眼浩瀚宇宙 只要有精神印记的生命 就没有两个生命的精神印记能完全一样 哗 玻璃门开启 罗锋走了出来 殿下 迪伦看着罗锋 刚刚转账八婚元单位到你的账户收到了吗 罗锋看着迪伦 收到了 迪伦点头 心中却有些无奈 他迪伦已经是最上等的不朽君主 真正战斗力已经接近封侯或者说勉强能封侯了 他的资产当然不可能少 虽然这么随意花费掉八婚元单位能源有点心疼 可是罗锋毕竟是他的小师叔 为小师叔花一死钱也不算什么 在他看来 小师叔虽然辈分比他高 可也才御主机的天才而已 又能有多少财富 岂能跟他这个不朽神灵比 可罗锋坚持要还 他当然不好拒绝 这小师叔还真只有骨气 不轻易欠人恩情 迪伦按道 我们回去 罗锋微笑道 得了三百多万还原单位现金 罗锋心情大好 是殿下 迪伦当即陪同罗锋 离开了宇宙星河银行 回到了罗锋新购买的燕山庄园 燕山庄园 静世中 罗锋正弹息而坐 以此意识 则是迅速连接 虚拟宇宙网络 虚拟宇宙 宇乡山 原始区 罗锋的住处 书房内 哈哈哈哈 罗锋 你老是给你留的不少吧 肩膀上的巴巴塔喊道 罗锋则是坐在书桌前 看着笔记本屏幕 屏幕上正点开一封邮件 那是宇宙星河银行 发来的邮件 内容是恭喜罗锋 成为宇宙星河银行 四星级客户 四星级客户 罗锋看着邮件笑道 巴巴塔 我记载三星级客户的门槛 是十魂元单位 这邮件上写 四星级客户的门槛 是一万魂元单位 那五星级客户呢 五星级客户的门槛 是一千万魂元单位 巴巴塔笑道 就是你老师 也是现在钱最多的时候 曾经超过一千万魂元单位 可是后来在魔云藤上 就砸了六百二十万魂元单位 且运气好 终于成功让魔云藤达到不朽 不朽魔云藤配合你老师 二者结合 风猴及不朽都很难很难杀死你老师 可惜呀 最后碰到一个精通灵魂方面的 勉强蜂王的不朽神灵 罗锋微微点头 一万魂元单位是四星级账户 一千万魂元单位是五星级账户 自己账户内有三百多万魂元单位 当然是算四星级 不过罗锋 正常不朽神灵资产 是在一万魂元单位 巴巴塔说道 很弱很贫穷的不朽神灵 资产获得不足一千魂元单位 而风猴及的不朽神灵 正常的资产 都是在一千万魂元单位左右 我说的是资产 而不是现金 罗锋点头 那些强者们早就将财富 转化为实力 比如老师忽彦博 将巨额财富 搭在魔云藤的身上 魔云藤达到不朽 顿时令老师拥有最强的助手 可惜 这对搭档最终还是隐落 我的资产算起来 也有一千万魂元单位了 罗锋按道 九炎虚空精 紫辰百落叶 落伏六盘 这三者加起来 在五百万魂元单位左右 鱼墨星号价值 也超过三百万魂元单位 当然 我这最贯重的当属雪洛金 那今晚科雪洛金 单单给虚拟宇宙公司兑换 即可兑换成数百万积分 而且 物以稀为贵 虚拟宇宇宙公司 这般垄断雪洛金 那么雪洛金真正的卖价 肯定远超过数百万积分 所以 这雪洛金才是自己身上最贵重的 老师的遗产 加上我在几次修炼任务中的鸡 竟然也令我拥有这么巨额的财产了 罗峰暗自感叹 当然 和我另外一位老师真眼王相比 我这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老师真眼王随手都能扔出上百万魂元单位 地位不同 这资产自然不同 封王不朽神灵 比封侯机要强得多 而最巅峰的封王级别 甚至于接近宇宙国主的真眼王 资产自然更加庞大惊人 不过作为老师 是有一大堆徒弟的 最多偶尔帮帮某个徒弟 根本不可能将资产直接给某位徒弟 除非像胡言博 其他船人全部自决 最后才将遗产留给唯一的隔代船人罗峰 罗峰坐在书桌前 迅速点击笔记本屏幕 购买能够让魔盈藤突破到戒主机 一些珍贵的物品 在虚拟宇宙公司购买宝物 可以通过积分兑换 也可以通过现金 比如之前罗峰购买金角巨兽 吞噬的金属 便是用的现金 嗯 罗峰惊讶地看着屏幕 屏幕上出现了三个选择 一 魔盈藤从玉竹九阶进化到戒主 普通进化耗时三年 需1.18万婚元单位 二 魔盈藤从玉竹九阶进化到戒主 普通进化耗时一个月 需1.92万婚元单位 三 魔盈藤从玉竹九阶进化到戒主 超级进化耗时三个月至六个月 需3.2万婚元单位 5.6万婚元单位 8.5万婚元单位三种 超级进化 罗峰眉头一掀 罗峰轻轻点开分别看三种选择的详细讯息 魔盈藤不同的进化之路 实力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从魔盈藤有多少条主藤脉 就能判定其进化程度 建筑基魔盈藤最低拥有36条主藤脉 这是培养最差的一种情况 最高拥有360条主藤脉 这是培养最好的一种情况 我的魔盈藤现在是培竹九阶 有108条主藤脉 罗峰看着超级进化的详细信息 超级进化是分成三种珍贵物品配备的 价格从3.2万婚元单位到8.5万婚元单位不等 按照这上面的描述 我的魔盈藤使用最好的超级进化 应该能进化出216条主藤脉 罗峰看着眉头皱起 自己这魔盈藤 最好才216条主藤脉 不能打 怎么回事 罗峰皱眉道 借主级魔音藤拥有三百六十条主藤吗 那是传说中最完美的极限 爸爸他随意道 从一开始培育就需要花费无比巨额的代价 达到借主级时就需要投入近百万魂员单位 近百万魂员单位 老是有这么多钱吧 罗峰思索着 还有一点 爸爸他撇嘴道 越是净化高等的魔音藤 突破成为不朽的难度就越大 当年老师的魔音藤在借主级时 仅仅一百零八条主藤吗 可依旧耗费六百二十万魂员单位 以及一些机缘巧合 才最终让魔音藤突破到不朽 至于最完美状态的魔音藤 这越完美越是遭到宇宙嫉妒的 想成为不朽 太难了 罗峰点点头 不过罗峰你的资源 条件 背景 将来的发展前景 可比你老师那个独行侠强多了 你现在可以选择最好的超级进化 爸爸他说 借主级能进化出二百一十六条主藤吗 将来突破不朽或许很艰难 可是你也许 也许还是有成功可能的 嗯 罗峰毫不犹豫 轻轻点击选择最好一种 超级进化的各种物品的配比 对于未来 罗峰有着充足信心 自己不踏入不朽变法 可一旦踏入不朽 一定会是不朽中的超级强者 最起码先得封猴 其次就是封王 所以自己最佳帮手 魔音藤也得够强 8.5万魂元单位就这么没了 罗峰摇头一笑 嗯 再让虚拟宇宙公司那边 帮忙维修云墨星号 罗峰 我建议你不单单是维修云墨星号飞船 同时让虚拟宇宇宙公司的人 将陨墨星号飞船内部进行改造 提高陨墨星号的性能 论科技 虚拟宇宇宙公司是人类族群中最强的 他们改造的飞船 性能也是无比强悍的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十一篇 第六章 密文固画 罗峰当即联系 虚拟宇宙公司内部人员 说明自己的一些要求 罗峰殿下 请你将所需要维修宇宙飞船的详细参数 照片等资料 还有你需要改造飞船后达到的性能层次资料 都发给我们 尽量越全越好 我们也能够根据受损情况 需要改造的需要 来审判 判定需要多少费用 屏幕中传来温柔清脆的声音 好的 罗峰点头 当即将巴巴塔早准备好的资料发送过去 仅仅片刻 罗峰殿下 我虚拟宇宙公司制造能达到50倍光速的 F级宇宙飞船 技术非常成熟 我劝殿下你也选择极限式50倍光速的性能配置 如果再提高要求 那么改造费用将会飞跃性的提高 而正常性能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屏幕中传来声音 灵活机动性能呢 罗峰追问 也是正常规格 那清脆的声音显得很有理 殿下 维修需要5.6万魂元单位 内部性能改造 需要12.4万魂元单位 共18万魂元单位 罗峰点点头 巴巴塔曾经计算过 如果在外界购买材料 让虚拟宇宙公司的人维修 单单购买材料 就需要8万魂元单位左右 幸好 自己是原址秘境成员 有优惠折口 殿下 我们这边的涉及人员询问 这艘FG宇宙飞船 是赤混同母构造而成 边缘很薄很锋利 且有隐含固定密纹 具有很强的切割威力 不过 这法则密纹固化方面 比较简陋不够完善 请问是否需要完善 清脆的声音说道 罗峰一正 女墨星号是三角形飞船 边缘无比锋利 可是这法则密纹固化是怎么回事 同意他 肩膀上的巴巴塔催道 完善分哪些方案 需要多少费用 罗峰追问 一 简单修复破损的固化密纹 这可以免费 清脆的声音继续道 二 整体进行完善 让这艘宇宙飞船的防御程度 提高30% 机身切割攻击力提高50% 需要费用13.9万魂元单位 我同意进行完善 罗峰点头 魔云藤方面 耗费8.5万魂元单位 羽墨星号 耗费31.9万魂元单位 总共是40.4万魂元单位 这么快就消耗掉 40万魂元单位多点 罗峰坐在书桌前 看着屏幕 花钱还真是如流水 对了巴巴塔 这法则密文固化是怎么回事 怎么需要13.9万魂元单位 别不满足了 肩膀上的巴巴塔撇嘴说道 这法则密文固化 其实就是很多念力兵器 元力兵器上面的一些法则密文 通过催动法则密文 可以勾动宇宙本源法则之力 由此来增强防御攻击 主人当年为了建造羽墨星号 已经花费很大力气 请了很厉害的勾手 来进行法则密文固化了 可惜呀 主人情的高手 当然不可能赶得上 虚拟宇宙公司内部的大师 巴巴塔感慨 能够在原有基础上 防御提高30% 切割攻击力提高50% 虚拟宇宙公司中的 法则密文固化的制造大师 实在是厉害啊 这可是对整个巨大宇宙 飞船船身 进行法则密文固化 单单材料费用就昂贵了 13.9万魂元单位 如果是你老实请这样的高手 最起码价格分贝 有虚拟宇宙公司在背后支持 的确是很方便的很啊 罗峰笑了 方便是方便 就是花钱依旧很厉害 穷玉兴香香水城 燕山庄园内 地下仓库中 罗峰花费120亿宇宙币 巨资购买的庄园 由此可以想象其面积之巨大 整个庄园长宽在30公里左右 单单逐建筑地下仓库的长宽就达到三公里 这是专门给一些大家族大势力的人物 用来存放宇宙飞船的 同体赤魂同虎 三个白袍人站在仓库内 看着面前这艘三角形的宇宙飞船 飞船的三个角都呈呼线 非常的薄切锋利 这飞船加速起来 就是一颗星球也会被他轻易切穿啊 回首的白袍老者 微笑的看着罗峰恭敬道 罗峰殿下 这艘飞船我们就带走了 什么时候能修好送回来 罗峰问道 眼前这三个人 正是虚拟宇宙公司派来的 因为穷玉星是前无宇宙国境内 一颗极有重要的星球 所以在穷玉星上 虚拟宇宙公司就有不少重要成员在这 所以罗峰之前 刚刚透过网络定了合同 当天虚拟宇宙公司就派人来临走 宇宙飞船了 殿下 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在整个宇宙人族疆域范围内的维修改造点 有不少 所以还是会很快的 一来一回 最长不会超过三个月 白袍老者说道 嗯 罗峰点头 你们带走吧 是 白袍老者看着陨墨星号 星意移动 便将这艘飞船陨墨星号 直接收入他的体内世界中 这交接的过程是直接同步传输进虚拟宇宙网络的 只要交接 那么罗峰就没必要担心 陨墨星号的安全问题 假设押送人员无比的贪婪 无比的胆大 敢将这艘陨墨星号吞没 然后在宇宙中流亡逃亡 那么 虚拟宇宙公司会直接陪一艘外表一样 性能更加好的宇宙飞船给罗峰 目送三位白袍成员乘坐宇宙飞船离开 罗峰转头看向侦测的迪伦 迪伦 走 跟我去见下我大哥 是 殿下 迪伦点头 迪伦属于罗峰的护卫军首领 在外放期间 是一直贴身保护罗峰的 当然 作为不朽神灵 迪伦的大半意识是在虚拟宇宙网络中静修参悟 只需要部分意识在现实中即可达到最佳警戒效果 一旦发生危机 迪伦的另外部分意识会瞬间回归现实 大哥 罗峰眼眸中有了一丝期盼 走出了燕山庄园 已经很久没有在现实中见大哥红了 穷玉星的108座主要城市 宝典城 名气极大的一家餐厅 陈兴餐厅的三楼包厢 这是罗峰和红约好见面的地方 老三 这宝典城还有一个典故 你该知道这穷玉星是人工制造的星球 当年这颗穷玉星刚刚从神国中送出来放在这片星空中 千五宇宙国就开始大规模移民 很多大家族也立即驻扎在这 红坐在桌旁微笑道 家族伶俐,强者如云 这自然是非就多 后来因为一位强大不朽神灵遗留的传承宝典 引起了一场不朽神灵大战 幸好是人工制造的星球 用材也很奢侈 所以才能承受那些不朽神灵大战 可其实如此 那一场大战依旧将方圆上万公里都化为废墟 后来在这片废墟中建造了这座城市 定名叫宝典城 其实也有警示之意 罗锋点头 坐在罗锋身侧的狄伦微笑道 穷玉兴经过刚开始的混乱 后来在强有力的管制下便和平多了 呵呵呵 再穷玉兴宝典城这么久 我还真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了 红摇头感慨 哈哈哈哈 这个地方有大哥你喜欢的女人呢 罗锋笑了 呵呵呵 红自嘲一笑 大哥 你现在住哪儿 罗锋问道 我现在是跟随老师 老师是因为和一位老友在一起交流参谋 所以呢 就住在那老友家 我现在也住在那儿 红端起酒杯轻轻饮了口 老师的朋友 名叫 普沃卡 是一位比较强大的不朽神灵 罗锋连问道 你和那季青的事 你老师 还有那位不朽神灵 普沃卡知道吗 哼 这件事情 怎么瞒得住他们 红摇头 之前 我和季青的事 被那季氏家族发现 季氏家族 可是直接派人冲到普河前辈的家族内的 如果不是普河前辈的面子 恐怕那纪氏家族有可能直接杀死我 罗锋面色一变 他能想象那种情景 自己大哥和季青相识相恋 大哥根本不知道季青的背景 突然某天 纪氏家族的人 就冲到那个普沃家族进行怒斥 赫令红 不得再去纠缠季青 这种事情落到谁头上都很无奈 气氏家族 论势力要比普沃家族强很多 所以普沃前辈也没有办法 红摇头 普沃前辈曾经替我去拜访那银血侯 奈何那银血侯根本没见普沃前辈 让普沃前辈因为我而丢面子 我这 红表情复杂 羊头喝光杯中酒 罗峰听得微微点头 普沃卡 或者是位比较厉害的不朽神灵 可是不朽神灵和不朽神灵的实力 差距有时候是很大的 那银血侯寄天葬 乃是三百王侯之一 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封侯级不朽 又是那前无国主的老臣子 不管是论实力 还是论个体实力 都绝里压制普沃卡 而且银血侯此人 根据罗峰靠自己的权签搜集的信息判定 显然是个很孤傲的人 侯卡去拜访 银血侯却不见面 也在罗峰意料之中 看来这位封侯级不朽 真的很恼怒此事 也真的很反对此事 罗峰皱眉思索道 嗯 等正式任命下达 我成为前无分布的最高层的几个人之一 到时候 我的话才有足够作用 大哥 再等些日子 我的任命一到 我就去见见那位银血侯 罗峰说道 那位银血侯